昨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 它的标题呢 是中国大部分圣女的生活现状 它里边采访了一个主人公 名字叫华梅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那个纪录片 我看完以后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那里边那个主人公叫华梅的 它的老家是宾州的 因为它这个老家呢 和我从小出生的地方是属于大界 所以我对这个人物呢就特别好奇 我听完它的故事以后我就觉得 这个叫华梅的这个女性 应该是三十多岁一个大龄圣女了 然后呢包括她的形象 气质 她的谈吐 就和我现在生活当中的一些 就我现实生活当中的朋友很像 所以我就觉得她应该能够代表 我们这个时代很多三四十岁的 一些大龄圣女她们的一些想法 和她们现在的一个真实状况 到底咱们现在中国就这个时代 你看这是2023年了 就这两年出现大量的大龄圣女 大龄圣男都不结婚 对吗 那么她们现在的生活现状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她们活得幸福嘛 子妃于胭之余之论 可能我们并不能体会那些 真正的大龄单身女青年的一个状况 那我呢 我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 是单亲妈妈的一个状态 可能我能有一些体验 但那个时候其实我是属于迷茫 不知道到底应该走还是不应该走 到底应该结婚还是不应该结婚 但是后来呢 我又组建了家庭 并且我现在有我自己 也很幸福的一个体验 当然对于这个关于大龄圣女 她现在一个现状 我觉得我可以说说 我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 就是可能你们也是单身的 你们也可以来听听 就是求同损业 大家看能不能在我的这些观点当中 找到共鸣 就是我认为现在大部分单身女青年 咱先说单身女青年 当然大龄圣男也不熟 就是2018年社科院出了一个数据说 中国大龄圣男的这个数据是1.2万亿 大龄圣女的数量呢 是1.1个亿啊 比男性瘦1000万 这是2018年社科院出的一个数据 那你想啊 咱们一共14亿人口 去掉老的去掉小的 还有很多已经结婚成家了 剩下有多大一个人群群体量 全都是单身的一些大龄圣男圣女啊 这其中里边肯定包含很多已经离异的 那么这些人的生活现状是怎么样的 他们活得幸福吗 当然可能有一部分在自己追求的那个方向上 也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可能活得很幸福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极少数极少数的 我先说说这个主人公华梅的一个现状吧 他是老家是宾州的 他从小就特别好 然后属于那种从农村口出去的孩子 也很有出血 在深圳呢 自己好像和几个很好的闺蜜合伙开了一个公司 事业应该是做得非常好 然后过年呢 回到老家被父母逼婚 被家里的这个姐姐逼婚 他这个好像是上面有三个姐姐 他三个姐姐都成家立业 然后都脱胎带口带孩子了 然后呢 那个纪录片当中就记录了 他的姐姐教训他吧 他说你看你这么老大不学了 不结婚怎样 然后他就回怼他姐姐说 那你结婚了 你就幸福 你就快乐吗 这么一个片段 同时呢 我看他父母也有出现在这个纪录片的片段当中 他父母好像性格还是比较内敛的 好像还刻意的压制 不想给孩子的压力 就说嘛 说你看你这么大不结婚 年龄不得三十好几了不结婚 你说我们年龄大了以后都怎么办 我们年龄大 终有老的一天啊 终有祖的一天啊 那时候你这个世界上就 没有人这个就是关心你疼爱你了 那个时候呢 华平的思想压力也比较大 他能理解父母 是得出于对他的一个关心 但是呢 他又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 但是呢 出于家里的一个压力呢 他过了年以后 也去了当地的这个婚解所去相亲了 然后去了婚解所去相亲以后 那个婚解所的那个老板就说了 你看你形象也不算是美女 年龄也比较大了 怎么怎么样 就先给他心理上打压一下 然后又给他介绍了几个对象 他可能也见了 没有感觉 他自己就说了 可能当时也有一个感觉的 但是可能也没留下去 然后他就自己觉得特别压抑 到底是应该为了结婚而结婚了 还是要秉持自己内心的这种 向往 坚持找到一个自己爱的人才嫁呢 然后当时他可能去找了一个心理医生 去疗欲嘛 就问这个心理医生说 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 他自己实际上对这个问题 他还是很迷茫的 所以说呢 他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对象 是一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自己又没有想清楚 他到底想要什么 你看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很多这种大龄生女的一个现状是什么 很多都是因为有知识有文化 就是他自己想要自己过 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是关键问题就在于 你到底想要啥 你真的知道吗 大部分是不知道的 有很多女性 被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价值观所误导 就认为我们就要钱 我们有了财富 有了钱以后 我们就可以过得风生水起 潇洒自如 但是真的你以后 有了一些钱以后 你就过得真的开心吗 我们反过来看看 我们这个时代很多 做短视频的一些大V 他们也是单身 他们可能世界上非常辉煌 人钱非常辉煌 但是你知道他 就是人后吗 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是落寞的呢 还是迷茫的呢 这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你可能 你只是看了他 人钱怎么样 他人后怎么样 你可能感受不到 因为一个家庭 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 他的确的确是有一个 就是港湾 或者说安慰 这个叫什么归属安全感 但是如果一个人 他就表面再辉煌 他没有这个背后这个支持 就是这个依靠安慰的地方 然后休息的地方 他是很难真正的 从身心上做到一个 完整的健康的 这个我觉得 我还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因为我自己有曾经 将近十几年的一个 单亲妈妈的一个经历 我自己一个人带孩子 遇到任何困难 没有一个人去情愫 我的压力 无处宣泄 我自己就这样的 一个很深的体验 所以说呢 大部分单身剩余的 一个生活现状 它绝对是不幸福 也不快乐 也不富足 也不丰盛的 我们所理解的那种 那子飞于烟之 于之乐呀 你不是人家 你怎么知道 人家幸福不幸福呀 也有可能会有人 这样怼我 但是我是这样感觉的 就是当然 结了婚也不一定幸福 但是呢 人自然有一些人 把婚宴经营的很幸福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才是 相对来说圆满的一个结果 但是如果你 如果你自己 不知道你到底想要啥 你看那个主任公 当中这个华美嘛 到最后不是就选择 好像是去德国 出国留学了 那么他到底 他想要什么呢 他依然没有找到 一个明确的方向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 现在大力胜利 他可能活得并不是 那么幸福 或满足这样一个体验 就是因为他自己啊 因为学了太多的文化 然后他自己的格局打开了 但是你说你的方向 到底是什么 他根本不知道 我们这个有句话叫什么 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 他不是有 完全没有一点道理的 但是呢 也不能够就是 固守成规的 就认为女孩子不应该上学 绝对不是这样的 要女孩子 女生 女性啊 要开过你的思维 但是你也要明白啊 根本是什么 我们这个一经有句话 叫一一一扬 为之道嘛 你就必须要开始 一个女性 你要有一个老公 然后你这样 还有一句话 我记得 我特别想要一句话 就是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单一的天使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需要找到 你的另一只翅膀 你才能展示 哦小 如果一个人 你只是贪恋自由 你这辈子 找不到你合适的另一半 你这一辈子 你永远不可能 真正实现 你人生的飞跃 所以说呢 就是我自己的这个理解 就是我通过有十几年单身 单亲满满单身的一个经历 走到今天 我又重新组建家庭 我现在也很幸福 我很满足 就这样的一个体验 我是感觉哈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清晰 到底自己想要啥 这个非常关键 你看我昨天玩那个 Chat GPT 那个智能机器人嘛 我问他 我说到底单身好 还是结婚好呀 他给我的回答是说 这个要看你到底喜欢啥 你如果喜欢 非常喜欢自由 非常喜欢这种 就是无拘无束的感受 你可以不结婚 但是如果你更加喜欢 这种家庭的温馨感 然后有一个港湾 你就喜欢这样的一个 回归的这种安全感的话 那你可以找到一个爱人 组建一个婚姻家庭 他说的没有错呀 你看人工智能都能知道 那你到底你想要啥呢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女性 其实不光是女性 你想清楚 你这个到底想要啥 你就已经有了答案 到底你是想要结婚啊 还是想要单身啊 我觉得可能 我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 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个 就是说观点 也希望能对现在 很多大龄的一些圣女们 有一点点参考价值吧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事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 点赞关注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